您好 欢迎收看2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花莲县文化局举办的敲击的回响 台湾石雕艺术事业交流站 县长徐正蔚请临现场与创作者交流 聆听并欣赏艺术家作品 与会的贵宾包含了立委傅昆奇服务处的执行长林宗坤 花莲县石雕协会理事长魏永贤 以及公所和多位的企业代表都到场支持 县长徐正蔚致辞时表示 公共艺术的呈现是展示城市文化发展的力量与内涵 花莲县国际石雕艺术记至今已有28年的历史 感谢所有的大师以及艺术家和花莲县政府一路相伴 在这里我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大师和艺术家 其实每个花莲县政府一直走来到现在已经28年了 国际石雕艺术记28年了 28年当中我相信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时长要靠人工靠体力 所以会有断层的 然而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我们有好多的第二代都已经出现了 而且是在耳濡耳目染中慢慢的慢慢的接近 慢慢的投入 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是丰盛而且孤独的 千年万年的石头淬炼是每一位艺术家与石材的对话与共鸣 赋予他新的生命 我创作了20多年 再30年 我的材料都是花莲 我很感谢花莲文化局 花莲县政府 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给同事创作始料的艺术家 那么好的原料工具地 我们今天的新营企业老板马瑞山先生 是我切石头 我在花莲 每次来到找他切石头 他都给我很多的帮助 我到花莲来 所有的艺术家都会接待我 说我们那么远来 在那边吃个饭 我觉得我一下火车 这个脚步就慢下来了 我觉得花莲是移居的层次 让我这么多艺术的发想 都在这边得到了养分 我很感谢花莲 我也很感谢花莲文化局 持续的伴国际创作业 创作出的艺术作品 和花莲产生的连结 而在今天的活动当中 可以看见许多的 年轻创作者的出现 在耳濡目染下 共同投入艺术领域 也象征着世代的对话与传承 别具意义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